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块儿办的春晚 我们从八九年前就支持NH的活动 那么我们在上台抽奖的时候 给大家表演这么一个节目段子 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意义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大家知道神仙老虎狗 这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人群有不同的状态 不同的层次 然后大家可能也有不同的追求 生活的状态 情况 为什么用在这里呢 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在NIH做过博士后 那个时候我就有这样的观察 就感觉在NIH这个campus里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博士后 也可以分成神仙 老虎 狗 具体怎么分呢 那有的人呢 可能家庭条件很优越 或者呢 因为其他原因 并不着急找工作 无忧无虑 那么这样呢 他这个做科研呢 就有点像是业余爱好 有点像过去的科学家 欧洲贵族啊 亚历史多德等等 像那个时候啊 所以呢 这样的也许可以叫做神仙 那么老虎呢 有的科研人员 科研做得很出色 然后呢 有很多成果 发表了很多论文 然后比较有希望 找到教职啊 或者实验室主管啊 PI啊 这样的职位 那么这样的呢 可以refer叫老虎 狗呢 那就像我自己这样的 还有的这种博士后 就是说呢 我们工作也很努力 但是呢 因为各种原因啊 这个客观条件限制 所以呢 做到的这个成果 有限 有的时候呢 申请人做了 这个一期博士后 以后 有的时候呢 还要辗转到其他地方 来去工作 一时呢 没有看到有更多的 改变状态的希望和机会 那么访问学者呢 也有类似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啊 比如说 尤其是公派的访问学者 包括也有一些自费的 有的人呢 比如说来到美国啊 他这个并没有拖掌科研任务 他可以到处去旅游 购物 生孩子 是吧 有大把的时间 比较悠闲 没有压力 可以叫做神仙 然后呢 那也有的访问学者 工作非常努力 成果突出 得到了很多文章发表 比如说回到原来派出国呢 他就可以成为特聘教授 等等 有各种头衔 然后也有工作获奖 得到报道 可以叫做老虎 然后其他呢 当然访问学者也有和前面说到 别的这个博士后一样 比较费力辗转在不同工作间的 这个情况呢 同样 我们大家知道也在其他的 比如说博士生 本科生 研究生 以及在中国的学生 以及学生家长 还有其他的中国申请人 比如说有的大学的教师 医生等等 这些里面呢 也都普遍的存在 所以呢 这才是我们在这里要讲到的 大家知道那么 面对的现实的社会嘛 这有的时候呢 是不公平的 或者说呢 因为大家过去的机缘不一致 然后造成有不同的境遇 那么这个是难免的 但是呢 我们常见的 经常听到的说法叫 神仙老虎狗 各有各的活法 那么每一个人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长处 特点 追求 一样呢 也可以获得很精彩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讲到这个 所有的这些人 不同的访问学者呀 博士后啊 大家都可以 有共同点 如果愿意呢 都可以申请美国绿卡 不一定只要埋头拉车 是吧 还可以抬头看路 那么发挥自己的长处呢 也可以考虑呢 实现所谓叫逆袭啊 那么比如说 有的人呢 可能动手能力并不好 但是呢 写作比较强 那有的人呢 可能做某一种实验 并不容易成功 但是换在其他领域 就容易成功 比如说我印象中呢 杨振宁教授啊 大家知道很有名 德国诺贝尔奖 他自己就承认呢 他做实验就做的呢 很一般 经常出事故 但是后来呢 他成为了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是吧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1994年的时候呢 在北京的新东方 上过托福的课程 记得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口号叫做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终将辉煌 那么已经过了这么些年嘛 现在大家的境遇啊 背景啊 条件啊 已经比过去要好了很多 那么像我们讲到的呢 这个大家都可以 如果考虑啊 申请美国绿卡 那么很多时候呢 不要说因为自己的误解 因为一些原因呢 就耽误了这个申请 不要听起一些传言吧 人云亦云 比如说呢 有的人可能觉得 哎呀我刚来美国呀 时间还不久 是不是不能申请 我是拿J签证的 是不是不能申请 我是公派的 是不是不能申请 我现在还没有正式毕业 或者还在OPT期间 是不是不能申请 哎我的文章数量 引用审稿数量 还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不能申请 哎我更多的 有的不是第一作者的文章 有的是在中国 或者其他地方发表的 是不是有限制 所有这些呢 基本上其实都不是限制 像我们以前 其他的视频里讲过的 都有可能能够申请 申请人可以更早的 为自己考虑 然后做出这样的安排 那么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讲到有利条件 比如说神仙老虎狗 那么对于神仙 这样类别的呢 比较悠闲 有大把的时间 有条件 可以更多的钻研 可以研究 就可以更早的开始 不至于延误 对于这个老虎类别的呢 说科研做得很忙 是吧 那夜以继日 但是另一方面呢 那有很多成果 所以呢 证据充分 成果突出 那么申请也并不难 那么对于说又忙 又没有那么多的成果 那我的优势在哪里啊 当然也有 优势在于改变自我是吧 这个动力强大 对目前的状态 如果觉得并不完全满意 那么有强大的这个动力 Motivation 说申请绿卡以后呢 可以改变目前的状况 像我们此前啊 其他的视频里讲到的 在很多时候 你可能已经满足了申请的要求 只是自己呢 因为拖延症啊 因为各种原因啊 没有采取行动 那像我们在这一个视频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没有给大家讲具体的啊 一些申请啊 规定啊 要求 那我们这个呢 是更多的 从我自己很多年前的观察 一直到现在 看来呢 都还是这样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在博士后 访问学者等等群体里面呢 恐怕还是都会这样 神仙老虎狗 当然会有不同的群体 但是呢 大家有类似的一些需求 一些想法 而且很多时候呢 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至少呢 是在美国绿卡申请方面 那么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即使目前状况 并不特别理想 完全尽如人意 但是呢 如果及时采取行动 可以达到逆袭的效果 我们在其他视频里呢 还会更多给大家讲到 关于绿卡和签证申请的 详细情况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